四位菩萨 阿彌陀佛 好 我们今天又一起来学习六祖坛经 般若品 我们继续学习 那在开始之前 我们还是一样 大家一起来 恭颂三称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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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 我们上一次学习 到最后有菩萨问了一个问题 他在线上留言问了一个问题 说怎么样让这个包容心可以变大呢 那因为上次来不及回答 所以今天就开始前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就修行的原理上来讲 怎么样让我们的包容心可以变大呢 要反过来说 是我们的自我中心越小 我们的包容心就会变大 这是原理 所以只要任何的方法可以在修行方法上 可以让我们缩小我们的自我 能够让我们那个很坚固的 那个自我中心的执取执着 可以松动 这样的方法呢 都可以帮助我们的包容心变大 那换句话说呢 我们在遇到任何的事情 我们在任何的地方 任何的时间 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 关照到自己的念头 我们念念都清楚明了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念头 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念头 有没有跟贪心相应 有没有跟嗔恨心相应 有没有跟愚痴心 傲慢心 对立心 排斥心 等等这些心相应 如果看到我们离开这些心 离开这些心 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子练习 我们的心的包容度 自然就会变大 我们不能包容别人 我们很难包容别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通常我们都是 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的时候 我们就不让步 我们既然不让步 我们就很难包容别人了 那圣言师父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讲到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量变大 圣言师父说 一个真实的案例 就是有一位 有一位太太 她来找师父 她希望师父帮助她 帮助她什么呢 她跟师父说 她的先生是 如何如何的 就是对家庭没有责任感 也没有出息 那所以她 一方面她很恨她的先生 一方面呢 另外一方面她也担心 她自己的家庭 她甚至想过 要带她的小孩离开这个家 那师父就跟她说 你的家庭变成这个样子 是你先生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但是呢 你也要尽你的责任 你要多付出一些 多照顾一些你的先生 不管她有多坏 不管她坏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你呢 就是尽你的责任 去照顾你的家庭 你的先生 那这位太太就跟师父说 我已经忍了她十几年了 我还要忍多久 这真的很难忍 师父就跟她怎么说呢 师父说 忍到死为止 师父说 你最好就像佛一样 看看佛 佛度众生 佛为了度一个众生 佛是多生多节 都来帮助 不是只有一生 这位太太就说 那是佛啊 我做不到 我是凡夫 我做不到 那师父就跟她说 好那 那没关系 你做一年好了 你试试看 就做一年嘛 然后你就告诉自己说 是她有问题 我没问题 是她对家庭不负责任 不是我不负责任 所以我要负责任 她对孩子不好 我呢 要对孩子好 我要对我的先生好 我试试看 试一年 那师父就跟她说 如果你试一年呢 不成功呢 你再来找我 再来找师父 那师父说 一年之后呢 你来找师父 师父再告诉你 怎么办 结果这个太太 不到一年的时候 她就回来找师父了 她就跟师父说 她的先生 还是那个样子 没有变好 可是呢 我好了 我心里不再难过了 我看到我的先生呢 我也不再那么讨厌他了 那孩子也变好了 孩子也不再老是说 爸爸不好 这么讨厌爸爸了 那 那先生还是那个样啊 所以他就问师父说 那接下来他要怎么办 怎么走了 往前这么走 师父说 你的家庭已经好了 你就这样走啊 你就继续这样走下去 你的先生什么时候 他的业障消呢 他受到你的感化呢 的时候呢 就再说了 于是这位太太就 欢欢喜喜地回去 继续这样做 那师父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 如果我们心里 能够容纳别人的时候啊 其实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不会有敌对的心 那你没有敌对的心 跟你相处的人 也就不会有一种敌对的力量 给你反弹回来 所以你们就彼此呢 就不会有摩擦 那所以 你包容他的时候 虽然他还是那个样子 你包容他不代表你错 你包容他并不代表你错 你包容他并不代表他一定会改变 可是你本身自己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 这个包容呢 其实我们就是从 自己的家庭开始练习 包容我们家里面的人 然后再渐渐地扩大这个包容度 到旁边的环境中的人 朋友啊 公司的同事啊 来自于只是跟你没有太大关系的 的人 那慢慢我们就扩大 我们的心量到整个世界 如果我们能够 这样子去包容的话 我们就能够成佛 我们的心量能够扩大到这样的时候 其实代表我们的自我中心的执着 就越来越小了 当我们完全地放下 我们自我中心执着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见到了我们的自信 见到跟佛一样的佛性 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般若品 那我们上一周有学过了 总说摩赫般若般若密 以及解释什么是摩赫 什么是般若的经文 这一周呢我们是要开始往下 就是还有一个解释 什么是菠萝蜜 然后再往下是如何来修般若心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稍微复习一下 上一周我们所学过的重点 一开始我们说 前面有介绍 简单介绍了谈经 但是这里呢 那部分我们就不用复习了 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在学习般若品 那般若品一开始呢 就有一个总说 摩赫般若般若密 在总说的时候 这个经文里面有说 菩提般若之志 世人本质有之 子缘心迷不能置物 这一段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它是非常重要 一开 你看一上来 总说一上来就讲这一句 它的重要点在哪里 它就告诉我们 我们本来就有 我们世间的 一切的人 本来就有这个 这个菩提般若的智慧 这一点 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有 那我们往下 才能够说 去修行 怎么见到这个 菩提般若智慧 如果我们不相信 我们本质具足这个东西 我们愿不愿意 下功夫去修行 一定不愿意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还处在那个谜的状态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那六祖慧人大师 一上来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有哦 我们世间上每一个人都有 只是因为我们的心 被迷住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 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 这个菩提般若智慧 那接着我们就学习 什么是摩合 摩合这个字是梵文 直接翻译过来 它的意思其实是大 主要是指心量大 不是指空间的大 不是指心量的大 而形容这个心量的大 像虚空一样是没有边 而这个大 我们又不要把它想成 是一个空间 有形状 有颜色 有种种的这些像 而是说这个大 是形容这个自信 我们本质具足的自信 它是能够含万法 也就是万法 所有的一切的法 所有的一切现象 都在我们的 每一个人的自信当中 这个是大的意思 上一次在解释 这个大的时候也提到说 如果见到其他人的善恶 不娶不舍不染拙 心如虚空 这个也是大 那般若 上一次也解释了般若 解释的时候有一句军文说 心体无智 即是般若 也就是说我们 在任何的地方 任何的时间 在一切的时钟 一切地方 我们的心中都没有恐惧 没有挂碍 念念都不跟鱼痴相应 那这个时候就是常行智慧 就是般若行 这个般若呢 也告诉我们说 般若智慧 它不是从外面来的 它是 就是在我们的自信之中 如果我们能够 念念都不语吃 念念都没有无名的时候 我们就是跟智慧相应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用这个智慧 去处理一切的事情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修的就是般若行 那这边还是强调 其实般若呢 它是没有任何的形象的 上次在经文里面提到 般若是没有形象的 是智慧心 智慧心就是般若 因此整体来讲呢 上一次我们在 提到学到的经文 就是告诉我们说 明星见性的这个关键 有一个关键点是 我们要 我们要知道 这个菩提般若智慧 是我们本质具足的 那透过修行 我们不去执着外境 不去对外境执着的时候 我们时时处处 能够以智慧心来处理 一切的遇到的一切的人事物 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见到这个 我们本质具足的自信 这是上一次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继续呢 来学习什么是菠萝蜜 这对经文说 何名菠萝蜜 此是西国语 唐言到彼岸 西国语 西国指的就是印度 唐言指的就是我们的汉语 所以菠萝蜜它的意思 就是到彼岸的意思 菠萝蜜呢 就是用般若作为 度过烦恼生死的这个苦海 周航 这个叫做到彼岸 所谓到彼岸 就是到没有生死的彼岸 我们在拜那个大悲战的时候 有没有一句 愿我树成般若船 愿我找得越苦海 就是讲的这个般若 就是智慧 用这个般若智慧 就可以让我们能够 就像一艘船 把我们从生死的这一端 这个此岸 能够去到没有生死的彼岸 也就是完全没有烦恼 没有自我中心执着的那个状态 这是一个比喻 那我们继续来看经文的下面 解义离生灭 着净生灭起 这个义 解义的义就是指的是 般若的内容 那这个净呢 指的是 就是烦恼 净 物净 磨净 这些都是净 那 凡是有执着 不管这个 这个执着是执着好的净 所谓的物净 还是执着这些 磨净 其实这些都是 都是 通通都是 拙净 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呢 其实分不出 什么是物净 什么是烦恼净 什么是磨净 所以 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讲 一切的净 都可能 成为磨净 如果我们 真正能够了解到 这个波罗蜜的意义 这般若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离开 生死 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 这个波罗蜜的真正的意义的话 我们都只有在这个境界上 打转 我们就离不了生死 那没有修行的人 当然我们就是在烦恼境里面打转 开始修行的人 我们就会执着我们修行的境界 我们可能打坐 做得很好 我们拜佛 拜得很好 这些都可能通通成为我们执着的境界 那只要在这个境界上执着呢 我们都不可能离开此岸到彼岸 那只有 有般若的人呢 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那真正有智慧的人 是不会去执着任何的境界的 那换句话说 我们想要修行到 从此岸到彼岸 我们就是要练习不执着 那下一句呢 如水有波浪 即名为此岸 这一句呢是说 当我们心有烦恼的时候啊 就好像那个水里面起了波浪 那水里面起波浪是什么状态呢 就像那个海水里面起的波浪啊 一定是翻滚啊 七上八下啊 那我们心里面的波浪呢 心里面的波浪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一些情绪啊 情感啊 还有我们的执着心啊 这些都是波浪 为什么水里面有波浪就是此岸 因为我们心里面有波浪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是有烦恼嘛 在我们还没有离开烦恼之前啊 我们还是众生哦 众生就是一直在烦恼中啊 然后这个烦恼就是不断地生灭嘛 那彼岸呢 彼岸是已经离开了生灭了 离开了生灭的 这个彼岸的状态 就是一个无我 没有烦恼的状态 如果我们能够离开此岸 离开这个烦恼 离开生灭而到达 没有生灭 没有烦恼 没有自我中心的执着 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呢 就是说我们离开了烦恼 而到达了波浪的境界 那这个就是彼岸 那如果这样解释的时候 我们大家心里会不会有在 有一个形象出来 好像有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 有一些什么样什么样的 多么美好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去到那个地方 如果大家这样想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说 真的有这样子一个地方吗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地方 它也代表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很讨厌此岸 我们要拼命地到一个地方去 那请问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呢 这就好像说 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啊 我们还是生活在家里面啊 我们还是每天要跟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先生 我们的小孩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上班的 我们要跟我们的老板 跟我们的同事相处啊 可是我们会发现周围的这些人 其实都会让我们很讨厌 不会每一个人都是住上善人吗 其实是不是住上善人 是我们内心的投射 可是我们就是会感觉到 旁边的人让我很不舒服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拼命地想要到一个 让我舒服的彼岸去 有那样一个彼岸吗 如果说 我们心里面老是觉得 我在苦海之中 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些苦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些人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些状况 到一个我理想的状况 如果是那样呢 其实 你是到不了那个地方的 那个彼岸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 事实上呢 此案就是彼岸 彼岸没有离开此案 这就是说 其实般若从来没有离开烦恼 我们本剧的般若啊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如果我们想要说 离开这些境界呢 然后去找到一个心目中的彼岸是没有的 而是我们不执着当下的这些境界 我们就能够如水常通流 就像水经常流通 不停地在流通这样 就会到彼岸 这个就是波罗蜜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提醒自己说 此案就是彼岸 彼岸没有离开此案 如果我们常常能够提醒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 不如意识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难过了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随时用智慧心来处理 我们平常遇到的这些事情 这个时候此案就是彼岸 我们要解甚至有一点信心说 对 我真的应该我也有 虽然我还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 本自具足的波罗字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还是搞不清楚 但是我至少有点相信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学习 我怎么修行能够去见到 这个波罗字 我们本自具足的菩提波罗字 那如何去修这个波罗行呢 可以看到有五段的经文 这张PPT上面是有四段经文 那下一张呢 还有一段经文 那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 第一段 善之士迷人口念 当念之时有望有飞 念念若行是名真性 物此法者是波罗法 修此行者是波罗行 不修即凡 一念修行 自身等佛 迷人口念 当念之时有望有飞 这一句经文的意思 字面上其实是蛮简单的 迷人就是愚痴的人 愚痴的人就是用口来念 用嘴巴来念 念什么呢 念波罗 念佛信 那虽然是嘴上可以讲智慧 讲佛信 可是一讲的时候呢 就怎么样呢 用口讲佛信的时候 我们心里就开始有念头动 我们动的念头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是有智慧的 我们也有佛信的 事实上我们在这样子 用念头去思考 去思维 去动念头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其实就有了一些 分别判断说 佛信 这个是好的 这是对的 烦恼 这是不对的 我们就有这些分别性产生了 这个时候 是不是见到 真性 见到我们的波人呢 不是 佛法呢 不是用口念的 佛法重视的是 我们实际的修行 我们如果只是用嘴巴念 只会增加我们的烦恼而已 有一些人呢 就是 很喜欢 听 开示 很喜欢 听课 不是说听课不好哦 大家不要跑两边哦 而是说 有些人是只听课 课都不会错过 可是呢 就从来 不去实际上 把听到 从课堂上 听到的智慧 拿来自己用 拿来反观自己 听到之后 是拿来去看别人哦 去拿来 好像那个照妖镜一样 去照别人 找到 哦 你看这个人反倒好重哦 这个人障碍很重 那自己也不愿意去 打坐念佛哦 那这样子呢 是没有用的哦 那我们 我们在初学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 应该要多 多讯息 多听 可是听了以后 我们一定要把它 类化 听到的这些佛法呢 要去类化它 要去思维它 要想想 诶 那我在生活中 我怎么用呢 我听到 不要执着 不要执取 那我怎么用呢 那 我们照着 思维之后 我们要照着去做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 修学佛法 我们文思修 有这样子的步骤 那文思修 这三个阶段 都是需要的 尤其是修 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 只听 只想 那就 像上次说过的 就是 你拿到了 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叫什么 菜单 你就在那边读 读了之后 你还是吃不到 是要去 行动 要有行动 要有实际的修行 所以在这里呢 谭经呢 就是说的 我们听了以后 要照着去做 如果他 只说不行呢 不管他懂得 多少的 佛经的道理 他还是 迷的 他还是没有误 只有能说 又能行 这样子呢 才是开悟的人 我们再 接下来看 下一句 念念若行 世民真信 那前面说 迷人只是口念 那 迷人口念 这就是口是心非 那修行人呢 要心口一致 言行一致 表理如一 所谓 所谓言行一致 就是要把学到的理 一点一点 一滴一滴的 用到我们的 言行里面去 用到我们的 生活当中去 去调整我们自己 去提升我们自己 所以 六祖谈经 里面啊 六祖会人大师 处处都在强调 这个行 这个行呢 它不是一般的行 它是念念 念念若行 世民真信 念念 行 也就是说 没有中断 什么没有中断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 的修行 把我们的信仰 把我们 对佛法的理解呢 在 我们生活当中 一天的生活当中 24小时 当中 都 落实 这个不容易 以后 尤其睡觉的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 白天开始 练习 那这个 在 每一个 每一个当下 我们 每一个当下 我们都念念 都不间断的 能够把这些 佛法 落实 在我们的言行之中呢 这个才叫做 念念修行 那当我们能够念念修行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真信 这个佛信 我们的念念 就能够跟我们的这个佛信相应 这个叫世民真信 也就是说 我们在 念念若行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见到 我们的佛信 如果 我们能够 每一念都去做 我们应该做的事 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而不是用嘴巴讲 这个就是真信 什么叫做 我们应该做的事 大家去想想看 这个就是 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每一个人的 责任 对不对 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 做我们 应该做的事 那但是 我们在做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会发现 有时候我们做不到 或者 环境让我们 没有办法做到 理想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做 我们能够做到的事 至少 我们还是 在 渐渐地靠近这个 念念 若行 那这样 那这样我们就还是 能够 跟 佛性相应 只要有 一念 相应 我们这一念就在 跟我们的佛性 在一起 那如果我们能够做 勿此法者 是 般若法 修此行者 是般若行 不修即凡 一念修行 之身等佛 所以当我们能够 知道 这样子的 知道这样子 去修 知道这个法门 就是 这个法门是什么 念念若行 念念若行 那这个就是 般若法 我们 我们就能够 悟到这个般若法 那这样子的修行 就是般若行 这样子的修行 我们就能够 见到我们的自信 如果我们能够懂得 这个 这个方法的话 照着这个方法去修 这个就叫做般若行 如果我们不修 就是反复 不修是反复 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让我们的 每一个念头 就跟着我们 平常的习惯跑 很多的时候 就不知道 那个念头 跑到哪里去了 转了很多圈 都还没有发现 甚至更严重 就是生气的时候 还气得理直气壮 骂人的时候 还骂得很痛快 那这呢 就是反复 这就没有 就没有恋恋 跟般若相应 我们知道在佛教里面 其实有 很多的东西 是跟世间法 是共通的 比如说我们 常常讲 很多的修善 就是很多的善行 都跟世间的价值观 是相应的 但是只有 般若法 跟世间法 是不同的 不共世间法 这个般若智慧呢 是只有用佛法 才能够见到 这个般若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波若法 它是无漏的智慧 是无漏会 那什么叫做 有漏 什么叫做 无漏呢 如果说 我们 是用 听的 用想的 那这些 东西呢 我们 也懂了 很多观念 我们也可以 说出 这些 都叫做 智慧的 观念 或者是方法 可是呢 我们 并没有真正的 悟到 这些 智慧 那这些 通通都是有漏的 而波若是无漏的 有漏呢 它就像什么 它就像那个 水桶啊 下面有个 有个洞 有洞 它会怎样 会漏水嘛 它永远都装不满 你装水进去的时候 暂时是满的 可是终究呢 它就是会漏 漏掉 那五 这个叫做 有漏 水桶有漏 无漏呢 就是那个水桶 它是没有洞 你装水进去 你装啊装啊 它就会漏 它就会装满 那我们修学佛法 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修的是 有漏的会 它就是会漏 会漏的意思 就是它会用完 那如果我们修的是 无漏的会呢 它就用不完 用不完到最后 我们就会成佛 有漏的会呢 就是说 你现在听了 觉得自己好像懂了 好像变得比较聪明了 可是过一段时间呢 你可能就会 又会动摇了 对你听到的这些佛法 你又开始动摇 你又开始改变方向呢 那更清楚一点说呢 有漏其实就是 有自我中心的执着 以自我为中心 这个叫做有漏 无漏呢 是没有自我的执着 就是不执着我的这种智慧呢 才叫做无漏 即使我们也学佛可能很多年了 可是我们还没有开悟 我们还没有到达彼岸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能说 我通通有漏的都不要 我们不能够这样说 我们一定是有漏 那我们还是想要 希望我们能够开智慧啊 能够消业障 希望我们能够成佛 所以这里面还是有什么 有我嘛 希望我能开悟 希望我能消业障 希望我能成佛 这里面还是有我 那我们需不需要呢 需要啊 因为我们是凡夫啊 我们还是要从有漏开始 我们还是要从有漏开始 如果我们都不想 修行 我们不想开智慧 不想消业障 请问 你们还会来上课吗 你们还会去拜餐吗 我们还会去 别人去逛街 去吃喝玩乐的时候 我们还会去参加法会 去参加产期吗 不会吗 所以对我们凡夫来讲啊 我们还是要从有漏开始 还是要从我想要修行 从这样子开始 然后渐渐的修 渐渐的修 然后我们就能够到达 无漏无我 那就是我们修行学佛的目标 我们接着看下一段 善知识 凡夫即佛 烦恼即菩提 前念米即凡夫 后念悟即佛 前念着境即烦恼 后念离境即菩提 凡夫即佛的意思就是 很简单 凡夫呢 其实都是有佛性的 也就是说凡夫 透过修行都可以成佛 这个意思是很清楚 在禅宗里面来讲 我们不断地强调这一点 大家应该有感受到 从上一次到这一次 这个经文都不断地在重复 这一点 说凡夫是佛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凡夫 本来不是佛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修成佛的 就是因为凡夫有佛性 所以透过修行呢 我们是可以成佛 那烦恼即菩提呢 就是说菩提 是由烦恼转化而来的 菩提从来没有离开烦恼 换句话说 离开了烦恼 其实是没有菩提的 菩提是对烦恼的觉悟 我们上次有提过 菩提就是觉的意思 菩提是梵文 Buddha 他是觉的意思 那觉什么 没有烦恼他要觉什么 没有烦恼就没有的觉 所以有烦恼 觉烦恼 觉我们自己有烦恼 所以呢 大家也不要把凡夫跟佛 是有一个对立的鸿沟 也把它分成两节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有一个重要性 就是说 在修行上 不是心外求法 不是向心外去求一个佛 如果我们不向心外去求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 在我们的修行上面 努力的向外面去找一个什么 什么奥妙的东西 什么 我们觉得很奇妙的东西 没有 如果 如果我们那样子向外去求呢 其实是外道 心外求法就是外道 前面说了 其实就是念念 念念 修行 即使我们 很多的烦恼 可是我们一念 觉察有烦恼 一念离开烦恼 这一念我们就是菩提 就跟菩提相应 那如果我们不去修行 不去觉察 我们的烦恼 那我们就永远都是反复 烦恼还是烦恼 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 这个迷雾之间 其实并没有一个 截然的鸿沟 因此才说 只是在一念之间 如果我们前念 迷呢 就是反复 后念悟 我们就是佛论 我们跟佛 其实是不可能是 用一条鸿沟来把它切开的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前面一个念头 我们执着境界呢 我们就是烦恼 我们后面这一念 离开了这个执着呢 我们就是菩提了 那我们听到这样的 说凡夫即佛 生死即涅槃 烦恼即菩提 听到这几句话呢 有些人就会说 那我可不可以倒过来说 那佛就是凡夫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是 凡夫即佛 那我们可不可以倒过来讲说 那佛是凡夫 菩提是烦恼 物就是迷 这样倒过来讲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不可以 这样倒过来说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说不可以呢 我们要从不同的立场来看 从佛的立场来讲 没有问题 可以这样说 站在佛的立场 因为佛是已经开了物的人 对佛来讲 的确是 怎么说都可以 凡夫是佛 佛是凡夫 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佛 为什么佛可以 怎么说都可以 因为他已经成佛 他根本不执着 迷跟物 烦恼跟菩提 对佛来讲 那完全是没有分别的 怎么说都是可以 它是没有分别的 可是对于 我们一个 还没有修行的人来讲 还没有听过佛法的人来讲呢 他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他来讲 烦恼跟菩提 佛跟凡夫 也是一样 离跟物也是一样 为什么说 对这样的人来讲 也是一样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佛啊 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凡夫的状态啊 所以对他来讲 凡夫的状态 跟佛的状态 都是一样的 烦恼跟菩提 对他来讲 他都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都一样 所以对这些人来讲 的确都一样 因为他不清楚 那可是对于我们 正在修行 还没有测误的来讲呢 我们就不能这么说了 对我们来讲 会来学习六祖谈经 我们应该就是 这一类的人 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要承认 我们就是凡夫 承认我们 可以透过修行 成为佛 可是我们现在还不是佛 承认我们有烦恼 承认我们 透过我们去觉察烦恼 离开烦恼 我们能够见到我们的菩提自信 对我们来讲 是要这样子看 我们来看下一句经文 善知识 摩赫波尔波罗蜜 最尊最上最第一 无助无往亦无来 三世诸佛从中出 当用大智慧打破 五蕴烦恼成恼 如此修行定成佛道 便三读为界定会 那这里 摩赫波尔波罗蜜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翻译成我们的汉语 就叫做大智慧度彼岸 也就是以大智慧呢 可以从生死烦恼的此岸 度到涅槃而得解脱的彼岸 那对众生来讲 对我们来讲 一切的知识学问呢 其实它都不及大智慧 所以这个波仁呢 它是最珍贵的 这个大智慧 能够把我们度到彼岸去的 这个大智慧 它是最尊贵的 是最上等的 没有比它更高了 所以它是第一 那从佛法来讲呢 佛法可以有方便说 跟究竟说 所谓方便说呢 就是对不同的众生 给它不同等级的指导 但是摩赫波尔波罗蜜呢 它不是方便说 它是究竟说 它是非常直接了当的 就是直接有大智慧 让我们度脱这个 烦恼的生死的苦涵 那在方便说呢 哪些是方便说 比如说我们持五戒 修食善 我们来拜灿 我们修供养 我们拜佛等等 这些就是一个方便的 修行的方法 那看我们是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就有一些不同的方法 来修行 这是方便法 在佛法里面的方便法 可是在究竟说里面来讲 摩赫波尔波罗蜜来讲 它是不讲修礼灿啊 修灿悔啊 修供养 修这些 它不讲 它直接是从摩赫波尔波罗蜜 直接就可以度脱生死 所以说它是 是究竟 是最尊 最上 最第一 那我们听了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会不会就觉得说 我不要方便 说我修究竟的不是更好吗 都不用那么辛苦 会不会这样想 会 对我们来讲 我们当然想要方便 想要究竟 不要方便 不要方便法 在佛经里面 就是佛陀讲过一个评语 就是有一个富翁呢 他想要修建一个三层楼的房子 看到人家的三层的楼房 又高又大 他就想要修 可是呢 他叫那个木匠来帮他修的时候呢 他就跟他说 我只要第三层 我不要第一层 不要第二层 那当那个木匠开始打地基 在修下面的时候 那个富翁 这个富翁是一个很愚蠢的富翁 他就觉得说 我不是跟你说只要三层吗 你干嘛在这下面建 我不要下面的两层 那木匠说 不可能啊 不要下面修不上去啊 这个愚蠢的富翁就是固执地说 我就是不要下面的两层 你一定得给我照上面第三层 那我们一般的人听到这样子的辟语 当然是会笑这个人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愚蠢的人 那佛陀其实用这个辟语呢 辟语我们在修行上啊 我们其实如果我们不想持戒 不想修福 不想修供养 不想打坐 不想拜佛呢 其实我们就很像这个愚蠢的富翁一样 我们就是想要 一开始就是要最究竟 可是我们没有基础啊 在谭经他这样子讲 是因为我们要知道唐朝那个时代 其实佛法已经很兴盛了 很多的人 他们可以千里迢迢地 去听六祖慧人大师说法 去亲近六祖慧人大师 这些人都已经在修行上 在听了很多的佛法 也在修行呢 所以对这些人来讲 这个时候谭经 慧人大师是直接跟他们讲 上圣的佛法 并不是说不讲方便法 而是那个时候 这些人已经知道这些方法 所以谭经不讲 那我们自己呢 就不要误解 说谭经告诉我们说 只要旧经法 不要修方便法 不要修供养 不要修持戒 不要修十善 不是这个意思 好了 我们先休息四分钟好了 再回来 再次回来 我现在就回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